这里原本是条路 因为一带气旋造成山崩 土石流 在大量的土石冲刷过后 道路变成一条河 近年成了骑马里马里县 钢古区居民重要的取水用地 破碎裸露的地质 高低起伏的波度 走起来相当费力 但布莱恩 恩提巴 塔库都蛙 每天都得走三十多分钟 来到这里取上一桶四十公斤的水 一天还得两趟 再后至今已有四个星期 骑马里马里县受灾范围过大 因此复原状况不到两成 没水没电 一切的基本生活都得靠自己 孩子得扛起取水的责任 再辛苦至少还有个家 但有些孩子却连家都没有 早上八点应该是上学的时间 骑马里马里饭店收容所的孩子们 却还在外头发呆 闲晃 一代气旋过后 骑马里马里县内的学校 有些损毁 有些则成为收容所 因此全线停课 没带走书的孩子 只能在九点到十点间 拿出共用的绘本与蜡笔 享受一点点读书的时光 上学是栽聚孩子们共同的愿望 也是骑马里马里县未来的希望 大爱新闻杨警惠黄旗如李陈佑 新巴卫报导 好 好